欸欸欸欸 別啊別啊 喔呵呵呵呵 欸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 欸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 嘿嘿大家好 我是燕王爺 我們這禮拜的週末 亂七八招日記呢 我們一樣要來玩的是 The Hive 伺服器 念起來怎麼好像怪怪的 The Hive The Hive 應該是Hive 對 好然後我們 上一次玩完了 呃 傳說中 欸好像也沒有用到傳說中啦 我們上一次玩完了 方塊派對 就是 呃這個方塊派對 那我們這禮拜呢 我們要來玩的是 躲貓貓 那其實燕王爺發現呢 燕王爺除了玩這個 這個方塊派對 跟玩躲貓貓呢 其實可能只會在玩 可能只會玩這個 這個生存遊戲 然後其他的人 我就 不太知道怎麼玩了 不過我可以去 之後可能可以去 嘗試看看 然後剛剛那位 史蒂夫大叔 為什麼他跟我貼這麼近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找一間 房間 呃 人滿了 呃 有沒有哪一間 是可以的 這間 欸很有潛力 喔很有潛力的一間房間 那這個呢其實 呃這個 躲貓貓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 感覺是一個 還蠻有意思的小遊戲啦 它就是你進去之前呢 你可以 等一下它會出現一個東西 欸我忘記是什麼了 可能是一個餅乾之類的吧 然後你可以 選一個你喜歡的方塊 然後你等一下 開始之後 你就會變成那個方塊 然後你就要想辦法偽裝起來 那 就會有一個獵人來找你 那當然如果你被找到的話呢 那你就會變成獵人 那 你殺到人你會有獎勵 那如果你躲到最後 都沒有被獵人抓到的話 你也會有獎勵 OK 然後好 我們現在就看一下 呃 什麼時候會開始 喔有了有了有了 這個這個 選方塊 呃我們 這次先選個什麼 什麼什麼 工作台好了 不要選那什麼 太奇怪了 像那個 花盆其實是不錯啦 可是 可是感覺 花盆 好像很容易被 就是 很容易 一開始就被人家 找到啦 欸 開始啦 開始啦 我現在是一個工作台 看一下喔 工作台要躲哪裡 欸 工作台要躲哪裡 該不會 欸 怎麼跑不起來 該不會沒有工作台的 的 藏身之處吧 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悲劇吧 欸 工作台要藏哪裡 欸 前面有個書櫃兄在我前面跑 你怎麼跑比我快 欸 欸 欸 我已經聽到聲音了 糟糕糟糟糟糕 那個 怎麼一堆人 跟我們跑到同一個房間 太誇張了 欸 躲這裡 躲這裡 好 這裡 這裡 讚 欸 滾 滾 呵呵 不要過來這邊 不要害我啊 不要害我啊 好 然後他現在說我已經 化身成了一個方塊 所以我剛剛動來動去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隱藏起來 那現在 我就已經完全隱藏在這個方塊裡面 然後我們可以稍微的 看一下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什麼啊 有沒有看到那個 獵人的名字 好像沒有欸 好像沒有看到獵人的名字 那我們 呃 我們現在好像 什麼都不能做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喔 現在 可以看到 左邊呢 上面寫著 欸 左邊 不是 右邊 右邊 右邊講錯了 抱歉 右邊呢 上面寫著 四分 大概四分鐘 也就是代表四分鐘之後 我就會贏了 如果你沒有被抓到的話 欸欸欸欸 欸 走開 不要過來 欸 獵人獵人獵人 喔 現在我有一根劍 這個劍呢 它是 擊退一 那其實 就是讓你可以 擊退獵人 那 以前的燕王爺有遇過就是 就是 欸 老兄 你這個不太好偽裝喔 以前燕王爺就是有遇到 就是 那個獵人 獵人 太嫩了 然後就一堆人 集體 集體暴動 衝過去暴打獵人 然後獵人就一直死掉 這個有點 有點 感覺 對別人來講好像不太好啊 這樣子嘲諷人家對不對 不過 喔 那個 那個 獵人一直殺人 現在好像 很多人都掛了 旁邊呢 那個 Hiders還有 現在還有17個 然後那個 Seekers呢 總共有7個 也就是代表說有7個獵人 然後 瞬間 瞬間只剩 瞬間只剩15個人 然後我們可以聽到 這個聲音感到非常的激烈 好像就在我們腳下 有 大戰發生啊 這很激烈啊 到底燕王爺能不能夠 活到最後一刻呢 那 究竟行不行 到底行不行呢 其實這個 這個就某方面來講 其實 實在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現在 我什麼事都不能做啊 我也不能衝出去逃跑嘛 因為我現在衝出去跑的話 應該 可能 很快就會掛了 我們還是 只能在這邊 靜靜的等 好啊 那 嗯 不知道會不會快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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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快轉耶 好啦 沒關係啦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獵人在下面跳來跳去 欸 下面一堆那個 一堆 玩家在 在嘲諷是嗎 一堆玩家在說 來抓我呀 來抓我呀 我現在 獵人跟 呃 這叫 Hider叫什麼啊 獵人跟 欸 怎麼講 玩家 獵人跟玩家呢 現在數量是一樣多的 喔喔喔喔 樓下的大戰 喔喔喔喔 更少了更少了 現在還有 還有 九個玩家 還有九個玩家 正多長 哎呀變八個了 有八個玩家在地圖當中躲起來 欸 欸 嗚 喔喔 隔壁的鄰居好像掛了 怎麼辦 我覺得我的死期好像到了 他 他走過來之後 我覺得我的死期好像到了 欸 快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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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出去好不好 出去好不 欸 嘿 嘿嘿嘿 沒發現我 我記得他好像 就是你如果一直去打那個 假的方塊的話呢 他會出現 那個 這樣子的聲音 然後你 就是他出那個聲音的時候 你打真的好像會沒有反應 那他剛剛可能是 可能是陷入了那個 那個什麼 怪異的狀態 欸欸欸 欸 欸 不要 走開 你走開好不好 欸欸 走開 走開 Wu!Wu!Wu! 只剩二十幾秒而已 只剩二十幾秒的降掛 啊~~太可惡了 為什麼你要進來這樣子終結我 為什麼你要進來這樣子終結我 這下我要變成輸家了怎麼辦 這下我要變輸家了 我這下要變輸家了 只剩這幾秒 我真的要變輸家了 噢不我的媽呀 我我我被陰了啊 啊可惡 我是輸家 可惡 我不甘心 我們再來嘗試一次 看一下喔 哪一間房間 欸欸 滿了 欸這間這間 要當路 好好好 OK好 那麼我們就 靜帶開始 OK好然後馬上就要來選 馬上一盒就要來選方塊啊 然後其實這個 這個伺服器呢其實還挺貼心的有沒有 他怕你選方塊之前太無聊了有沒有 特別給你這個跑酷的場所 你可以在這邊進行 進行跑酷 欸這看起來跟剛剛好像一樣耶 我們這次選個什麼什麼什麼書櫃好了 這樣子會不會比較好一點呢 如果跟剛剛一樣的地圖的話感覺 書櫃好像比較好躲喔 欸這馬上要開始啦 欸開始啦 喔看來跟剛剛果然是一樣的地圖是嗎 欸這樣子運氣好像 好像還不錯喔 欸其實好像也不能說運氣還不錯 應該要說我們運氣很好 連續選到兩張一樣的地圖 不過我們現在就是要找一個 好一點的地方躲 為什麼這西瓜總是跑得不夠快 好就躲這裡 這裡是什麼地方 我要變方塊了嗎 欸我剛剛動到了嗎 好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方塊 然後感覺一開始就有人被抓那個是不是 是不是跑太慢了還是他 故意站在那邊 然後然後跳一跳就說來抓我來抓我 我想要當獵人 欸這這也是有可能的啊 我就曾經看過了這麼這麼 這叫什麼應該應該怎麼講 應該要說這麼沒有品德的玩家嗎 這樣好像也不對齁 人家就想要當獵人嘛對不對 應該要說這麼沒有上進心的玩家 竟然連躲一下都不願意 感覺好像很危險耶 喔感覺這局好像 好像獵人好像 獵人好像還蠻 蠻猛的喔 喔看一下這個放大鏡能幫我做什麼 看獵人的名字 欸好像沒什麼用啦 喔下面下面 這裡會不會 會不會很 很假 欸 喔有一把劍 真可惡 剛剛就是在 在 只剩大概半分鐘的時候 竟然掛了 可惡 太可惡了 這這局我要血齒 我要血齒 啊血齒 我們怎麼血齒呢 就是 拿著美工刀刮你的牙齒 欸好噁心的感覺喔 好噁心喔 好啦 總之呢我們這局呢 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順利的活到最後 好噁心喔 欸這按鈕其實是可以按的耶 而且 而且他們好像會發現 欸 喔我剛剛好像看到一個人 欸話說這局好像 還蠻幸運的喔 截至目前為止都 好像 沒有人踏進 這個房間來喔 好像還不錯喔 好像還不錯喔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半磚耶 如果有半磚的話 其實躲在 那個書櫃像上面那樣子好像 好像很淡的樣子啊 不知道有沒有半磚耶 不過我覺得這個地圖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玩了很久的話 搞不好你就可以 就是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地方 有沒有什麼書櫃 然後這個地方有沒有什麼 然後你就 一看就看得出來了嘛對不對 就是 就是不知道它有沒有 一樣的地圖 然後有好幾種不同的版本 每個地方都差一點點的 希望是 有啦 應該是有啦 不然的話這樣子 人家玩久了應該就覺得不好玩了吧 因為 衝衝就 一下子就找得到了 然後 話說著說著我們就已經 只剩下大概 兩分鐘 然後 始終都沒有人踏進這間房間 然後現在只剩下三個玩家 喔 我會是那個贏家嗎 可能喔 不過感覺機率有點小啊 欸 那個那個那個 C殼幹嘛離開這遊戲 趕快找一找啊 為什麼他要離開這遊戲呢 為什麼要 喔唷 喔唷 有一個人走過去 很可怕 那邊可以出去嗎 那邊好像是玻璃耶 這個房間其實有點缺陷 就是如果你被包圍了 你就 GG GG 現在還有大概 一分半 喔 只剩下90秒 我就要獲勝 究竟燕王爺能不能夠活到最後一條命呢 到底能不能呢 欸 欸 幹嘛通通跳出去 他們是 這個 這個有點太沒有 有點 啊 要 要努力一點啊有沒有 即使找不到要努力一點 喔那邊有人那邊有人 欸 繼續往前走 對對對 欸不要過來 走開走開 你走開好不 欸欸欸 別啊別啊 喔齁齁齁齁 欸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 幹嘛每次都這樣 看什麼看 趕快去抓人 剩30秒還不抓 憨憨喔 憨憨 快找啊 其實我也不知道去哪裡找 啊 嗯 這花盆會不會是 欸 不是 欸 欸 喔 這邊有個凹洞欸 喔 下面那個經驗條好像就是我可以在 偵測幾個方塊 所以如果變0的時候呢我就不能灰了 因為灰的話它會 灰的話它會 灰的話它會就是有剛剛那個聲音 然後你就會 呃 剛剛好像沒有聲音 就是灰的話你就會聽到一個怪怪的聲音 然後你就會沒辦法 你就會沒辦法去判斷說這到底是真的方塊還是 還是一個假的方塊 那我們再來試一次看看好了 欸 為什麼只有13個人 欸 這間看起來很有潛力喔 OK 那我們就先進去一下 然後我們這次來 嘗試一下它的跑酷好了 就是 稍微的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雖然我也不知道跑這個 要跑去哪裡啊 你看這邊寫著 欸 擋路啦 老兄 看沒有 喔這邊寫著 跑酷從這邊開始 開始 欸 然後跑這邊 再往這邊 這邊 繼續走 然後爬梯子 這邊寫什麼 呃 出口左轉 喔好 欸 這邊是 喔這邊有點黑喔 可是好像不是走這邊 記得應該是走這裡才對 這邊寫著 走這邊 走這邊 好 好 那我們就跟著路線走 然後欸時間不夠啦 我要選方塊啦 我不 我不跑啦 我要選方塊 看一下 我們這次呢 就來選個什麼 什麼 雪磚好了 我們這次選雪 雪不知道會不會好用一點 欸 我們來跑 繼續跑 欸 欸 跳水 哇 你看我們一跳進來就在這裡 喔這個地圖好像 雪好像還OK喔 不過我記得有個地方有一個 有個什麼 欸 這裡不行 這裡不行 這裡給雪進去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死路一條啊 欸 這邊不行 欸這邊 欸不行 好地下室 地下室 這邊這邊 這個地下室感覺好像 欸 那邊有個磚塊 欸 躲這邊 這個我記得死因 這個死因磚是真的 欸 哪邊在打人呢 這也會不會太快了 哇 這也太快了吧 喔 好像有點快喔 你們有 必要玩這麼 這麼兇嗎 喔 欸 為什麼他要離開遊戲 真奇怪 呃 他說我現在是一個雪磚 哇 真好 他竟然選的是死因磚 早知道我剛剛就選死因 太可惡啦 如果我選死因我就可以站在對面那個位置 然後呢 兩顆死因應該不容易被發現吧 感覺我這個雪磚 欸 有聲音 感覺我這個雪磚好像 很容易被發現啊 感覺就是這樣子 所以對我的 顏色隱密得非常的好 那這樣子 我就可以 活到最後一 最後一步 可惡 為什麼前兩局都這樣對我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對我 我很難過 你知道嗎 我很難過 你知道嗎 唉 其實我已經 玩這個遊戲已經很久沒有影子啦 真可惡 這個 這年頭 方塊 難 躲啊 應該說 這年頭 方塊 難 裝啊 很難裝的 裝一秒 就被人家發現了 太可惡了 這個世界 都在 謀殺我 連我只是一個雪磚 也要這樣謀殺我 不對 剛剛是書櫃 連我偽裝得那麼像 既然 老天爺要在 欸欸欸欸欸欸欸 走開走開走開 走開 齁 掛了啦 老兄 我們都掛了啦 掛了啦喔 好 認真找人齁 現在既然我們掛了 我們就是要 認真來找人 你知道 既然剛剛那個 那個石英磚喔 已經 已經 已經暴露了他的位置 因為我已經掛了 那他 他也不能久活啊 是不是 沒錯吧 我說的沒錯吧 欸 我先假裝一下 欸 嗯 這個是 我有打到他嗎 欸 跑喔 會跑喔 喔 喔 跑喔 快追啊 老兄們 兄弟們快追啊 獵人 為什麼他們都不會追他 好笨喔 快追啊 欸 欸 其實我發現我跟丟了 欸 其實我發現我跟丟了 喔我的媽呀 我跟丟了 算了算了我不找他了 我就認真 認真發現一下還有哪一個 哪一個小傢伙躲在這種怪異的地方 欸 是你嗎 欸 是你嗎 不是 是你嗎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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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你 欸都不是欸 關起來 欸 莫名其妙 奇怪 剛剛那個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 石鷹為什麼不讓我打 我明明就抓到他了 為什麼他不讓我打 欸 撿人頭 可惡 我的人頭 可惡 那一定是尷尬 欸 喔 這邊少一格石鷹喔 欸 我追 想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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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擋路啊 喔 欸 還會緊急回轉喔 不錯喔 幹嘛前面那個一直擋我啊 莫名其妙 我在旁邊 嗯 欸 躲喔 下去了嗎 愛躲 愛打又愛躲齁 齁 這個 被發現了啊 欸 所以是輸了嗎 不 為什麼我三場都輸 欸 這這這這不公平啊老天爺 這不公平啊 蛤 為什麼為什麼三場都要讓我輸呢 為何都要讓我輸呢 我們 再來 嘗試我們最後一次 再來試試看 不行 我 我不認為這麼 我不認為我這麼弱 我應該是 我應該是躲藏高手啊 是不是 我應該是躲藏高手啊 欸 我們可以跳到下面去看一下這個 巨大廚房的下面 欸這邊有畫 然後還有一些史蒂夫的頭 還有一個大叔頭 還有一個 呃 沒有眼睛的頭 欸這有個洞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老鼠洞嗎 欸 老鼠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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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洞是假的 欸開選方塊 我們這次 蛤 這是什麼方塊 這是一個方塊嗎 我們試一下好了 我們 我們試試看 這次輸了沒關係 反正我們試一下方塊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是一個什麼東西 我現在是一片西瓜 是這樣子嗎 喔 這看起來像新地圖耶 我以前好像 好像沒有看過喔 欸我前面有個隱形的東西在跑 該不會大家都是西瓜吧 哇太扯了吧 還可以變西瓜 欸 我躲這裡 我躲這裡 會不會很奇怪啊 可是我到底是什麼方塊啊 我 難道真的是一片西瓜嗎 還是我是一個西瓜磚 欸 可能我是一顆西瓜磚吧 可是 可是剛剛前面也有西瓜磚不是嗎 我記得剛剛前面也有 也有一樣的西瓜磚啊 就是它是 真的是一個磚塊啊 那為什麼我現在是一片西瓜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而且我覺得我們躲在這個天涯海角耶 這樣子會不會太 會不會太沒意思啦 感覺我們這樣子 可是 好像有點沒意思耶 因為這樣子我們 就是 沒有參與到 沒有參與到 比較裡面 比較刺激的 部分 這樣子會不會 不太好 好啦 沒關係啦 誰叫我們現在是一顆西瓜 不對 誰叫我們現在是一片西瓜 欸 我真的很想知道我長什麼樣子 可是 這看不到 真的很可惜耶 欸 我是一片西瓜 我手拿著一把寶劍 切西瓜 這天空 好像有點灰 欸 有人 我們來觀察一下他 這是獵人觀察日記 喔 獵人 欸 獵人該不會看到我了 他剛剛朝我瞪了一眼 害我現在 心怕怕 欸 看來他走了 看來 獵人 他剛剛好像 好像他的Skin好像有墨鏡 看來他的墨鏡好像 有一點黑 他的墨鏡好像有一點的黑 欸 話說我如果下次躲到這個島上 會不會比較容易呢 感覺好像 好像會喔 這個島看起來 非常的花花綠綠啊 不過這局看起來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贏吧 這張地圖應該 新出沒多久 因為我以前好像也沒有玩過 而且你看現在已經 大概快兩分半了 然後現在這個 這個獵人也只有三個 嗯 有到欸 欸 嗨的 嗨的改 以後嗨的就叫獵物好了 這個 欸 獵物 獵物15個 雙殺嗎 雙殺嗎 Double kill嗎 究竟是不是Double kill呢 其實我看不出來 喔 我看不出來 嗯 躲在這個地方好像 好像 一點也沒有參與到欸 不過我們為了要贏 我們堪稱 不擇手段 就是要 贏 吼 因為剛剛前面那三局 我們已經 輸的太慘了 我們這局如果沒有贏的話 我們就 對不起我們的 祖先 對不起我們的 列祖 列宗 對不起我們的 對不起我們的 父母 生給我們一雙手 生給我們 一雙眼睛 然後生給我們一顆 聰明的大腦 讓我們 喔喔喔喔喔 獵人 讓我們可以躲在這裡 這個 獵人 觀察日記 這個獵人很興奮的 跳了跳 然後 就再也沒有回來啦 是這樣子嗎 嘿 這局一定贏 拍手 先拍手 耶 欸欸欸欸欸 我好像看到獵人喔 好啦我們來觀察一下 獵人在裡面跳來跳 欸 第二個獵人 也在跳來跳 喔喔喔他走過來 他慢慢走下來 我躲在這裡應該 應該 還OK吧 不是一個什麼很好的地方 但是 應該也算 躲得 還 不錯吧 完全 其實完全都沒有看到獵人走過來 這張地圖可能 可能真的是新的吧 我猜 感覺就很新啊 可能是新的 所以他們 他們還 不太熟悉吧 應該吧 那 那我這樣子是不是不太好 我是不是應該衝出去 衝出去 瘋狂跳躍一下 好我們 剩 剩 剩20秒 我們就去外面狂奔一下好了 應該不會輸吧 好啦不管啦 3 2 1 衝喔 喔 Winner 我們先提前進入 Winner 根本沒有人啊 根本沒有人在這邊 耶 Winner O O O Winner 耶,我終於有贏一場啦 爽歪歪 八 耳,我黏 欸 喔 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什麼 爽,歪歪 爽,歪 OK 誒 為什麼會有一顆粒寶石之 Hill 好啦 不重要 OK 那麼 感 謝大家的收看 這禮拜的週末亂七八糟日記好像有點 其實應該感覺就是有點無聊啦 因為畢竟我們就是一直站在那邊 然後等人家來殺我們嘛對不對 那人家沒來找我們我們就沒事情 不過這個就是這個遊戲的一部分 OK那麼喜歡影片的話可以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喔剛剛前面有人從我鏡頭前面繞過去 你覺得你這樣子干擾攝影師這樣對嗎 那麼如果想要知道我影片的最新動態 也可以按一下訂閱就是紅色的那一顆就是訂閱 欸 瞬間變色喔 那麼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